第一回合 總達的時間一分三十秒 總獎金金額有十五萬 OK 第一回合 一致開箱 蔡主妮請出例 蔡主妮請出例 地面平整 請揭曉 我們看到沒有 我們現在的3.0就是 很平易近人的地面 沒有上影型這樣子 那應該拐兒抹角的這樣子 還會覺得是陷阱 事實上是那個 現在沒有 不玩心理遊戲了 來... 比例比較少 好 還是有 來 這位帥氣雞同 智慧心病請選擇 八樓之二 八樓之二 喜歡住頂樓是吧 高樓層 請開箱 三千元 走 繼續加油 請出下一題 燒金紙有學問 請問祭拜鬼魂時 只能夠燒銀紙 還是金紙 銀紙都可以 請搶答 八月搶到了 只能燒銀紙 一般觀念都是這樣子 金紙就燒給神明了 對 一般都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子嗎 請揭曉 來... 真的是也是大家所知道的 是差不多的 好 其實呢 在這個銀紙上面呢 它上面有貼了這個錫箔 它的金銀呢 就是來分辨 到底要燒給哪一些人的 像是貼的是金色的 有刷上金漆 就是要拜神明的 但一旦呢 上面是銀紙 這是要擊敗好兄弟 這點呢 千萬不要搞錯囉 志偉欺賓 請選擇 我要選擇七樓之四 七樓之四 對 你可以再生氣一點 我是堅定 我沒有生氣 我是堅定 我是七樓之四 開箱 入口箱 漂亮 九千年 請出 下一題 中皇術語 強潛地中家具聲 是在指顏色分配 還是預算分配 請搶答 顏色分配 不假思索 請揭曉 非常好 這是裡面年紀是最小的吧 是吧 對 對啊 妳有二十歲嗎 二十三 剛畢業 恭喜有二十三 太好了 對...成年了 好 妳忙你的 來 好 請選擇 六樓之六 六樓之六 會這麼選的通常都是 比較迷信的 六六大順 你看對不對 結果 搞不好就給大家講 起開箱 沒事了 別難過 可以 別難過 有數字的只有你們前面三家 對 他們後面還不知道要幹嘛呢 對 這是魚膠飛車的開始 那個黃新浩 跟我們一起玩好不好 我有一種在案 有一種在案 我那要確認一下而已 跟我們一起玩好不好 我想說這是不是沒電了 沒有... 電得厲害了 好啊 來 請出 下一題 依據台灣歷史記載 正經還是蔣味水 熱愛吃虛母魚 請搶答 依正口頭警告 案太早 下一次的話就失格 請回答 正經 你怎麼猜正經 為什麼猜蔣味水啊 師母語是南部名產嘛 正經是台南人啊 可能吧 你是台大的 講話要引經據點 正經 越老越欠奏 滿好的 請揭曉 好 因為這個正經 它在侏羅縣制裡頭 被大家記載說 它特別酷愛吃虛母魚 所以這個虛母魚 又被大家稱為皇帝魚 但不得不說 虛母魚基本上 跟正家非常有淵源 因為它有另外一個名稱 叫做國姓魚 因為它跟正經的老爸 正成功有關係 正成功被大家稱為 是國姓爺 而且它的這個家族裡頭 原省籍是在福建 所以那個時候 他一來到台灣的時候 吃到虛母魚的時候 他覺得很不錯 他就說這是什麼魚 然後結果這個聽到的人 就覺得說他有香音 所以聽不太懂他在講什麼 以為他在幫這個魚命名 所以就把它聽成了虛母魚 因此他才叫做虛母魚 來 請選擇 五樓之舞 五樓之舞 請看一下 五樓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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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好的 我們另外兩位朋友 我們家有 我們還在路上 不要放棄 好 請出下題 在空樓之一擺的時候 可以針對需求 擺一位神明 還是必須要跟每一位神明 打招呼 請搶答 這個巴鈺跟張瑞佳都亮了 來 巴鈺 必須和每位神明打招呼 妳自己是那個 妳自己是那個教人 跟這個人是怎麼 妳了解嗎 這個 我不了解 但是我針對一個就是 要尊敬其他的神明的心態 覺得必須要和每位神明打招呼 妳就是 妳去到人家家裡 妳只跟你認識的那人打招呼 會不會很沒有禮貌 我是將心比心啦 各位神明 請揭曉 是禮貌對不對 是種禮貌 我就在常常想 我們在祈禱 許願的時候 是不是都聽得到其實他們 應該都聽得到吧 黃信浩 都聽得到 去一般廟裡 我們一定會先派玉皇大帝 就朝天拜 有順序 對啊 然後再朝神拜 是天宮廟 對不對 然後再朝神明 從天宮如拜 然後拜完之後再朝內殿 然後再偏殿拜完 然後厚殿這樣 就有一個順序 對 已經答對了 來 妳 我選擇 八樓之一 八一就是八玉 我到半天這裡面 最迷信的是你 八一就是八玉 頂樓 水塔邊 請 請 不要 不要幫幫忙吧 不要吧 發財了 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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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五十二秒 就 請出下一題 請問竹科工程師 將園區旁的金山街 稱之為新手村 還是發財路 請想拿 這妳也知道 來 說 發財路 妳知道這條街嗎 我知道 我非常地熟 是新手村 對 妳幹嘛揭曉 妳都問我了 太熟了 請揭曉 妳解釋它為什麼叫新手村 因為竹科工程師 剛進去的時候就比較菜鳥 那個時候賺的錢還沒有那麼多 所以他們都 通常都會在園區的附近租房子 這個地方呢 早上騎車去也是比較快可以到的 然後呢 開始在裡面住了兩三年 就開始賺很多錢 然後就可以去買房子 買房子以後他們就會逐漸買去 就是比較貴的一些區域 就不會再住在這個新手村裡 不好意思 答錯了 答應 沒有關係 我自己消化 其實滿可笑的 自己注意一下 好不好 請出下一題 請問塑膠袋發明的初衷 是為了時尚還是環保 請小答 環保 塑膠袋開始發明之前 它是想說要讓大家重複使用 沒想到大家覺得太好用了 就一直大量生產這樣 然後就 妳是真知道假知道 我是真知道 她平常不拍戲都在看書 妳念的學校是 台科大的電子工程系 所以剛剛那個我也知道 新手村 實際實 不會 有點驕傲 有點驕傲 知道 我到了 請介紹 好 塑膠袋其實是在1959年 由一個瑞典的工程師所發明的 當時就是希望說 可以不要再砍伐那麼多樹木 用紙袋 所以才做了塑膠袋 沒有想到後來反而是 她希望大家可以重複的使用 結果大量的生產 因此還造成了環境的污染 所以也建議大家 其實塑膠袋並不是不好 而是只要我們重複使用 它也可以是一件幫助環境 去有趣發展的事情 來 妳 請選擇 八樓之六 八樓之六 喜歡邊間 倩宜開箱 太難了 好像是現金喔 你們兩個女的開心成這樣 妳把林文一放哪裡 我沒事 那妳在開箱 我們一起 對 不要再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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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妳這真是搶人手 是不是嘉義拍戲太熱了 我真的滿熱的 妳的腦子是不是有一點問題了 一點點 請注意 請問廚房應該要用冷色調 還是暖色調的配色 請搶答 八樓有強到 手真壞 黃樓死速真的很快 來 暖色調 廚房是一家裡面 最熱的地方 妳還用暖色調 這個敗食 暖色調跟食慾比較相關嘛 去讓人想吃東西 請揭曉 廚房幾乎是其他一家裡 你處於熱的地方 妳還暖色調 我在裡面煮個兩道菜 我就長廢子了 這家裡拍戲太久了 這麼簡單的道理 也明明沒有下廚對不對 我是備料的人 我都是備料的 我沒有下廚 請出家裡 對不起 這次在插箱的時候 用左手插箱 還是插歪可以重插是對的 請搶答 哪一個是對的 這 左手插箱 因為右手插屁股 對不起 妳那個插跟那個插 是同一個字嗎 很不同 理工科的可能 博文不適合 好 我想理工姐 妳跟兩個插 是同一個字嗎 不同字 但是有斜音 妳現在去錄 她另外一個節目了 怎麼 對 左手插箱 請介紹 謝謝 謝謝 這是 祭拜是有很多的學問在的 那因為右手 我們常常做很多 其他事情的操作 所以會覺得說 右手較為不潔 左手比較少使用 所以我們習慣上來講 左手插箱 才是有誠意的 在跟神明進行溝通 那如果插箱一不小心插 歪了也不能夠重插 因為一旦重插的話 對神明不盡 也會觸自己的眉頭喔 黃信浩 真的不小心插沒插好 不能重插 其實我覺得這迷信耶 對 我覺得沒關係啊 真的嗎 對啊 如果你真的插太歪了 去燒到別人怎麼辦 我覺得可以 還是可以擺 那我想問 最大不盡的行為是什麼 最大不盡的行為嗎 在插箱這個動作 倒插箱 誰會倒插箱 有 以前就是像有些廟裡面 有些以前學一些不好的 無術的人 他們想要去破壞這個廟的 香火跟風水 他們就會去倒插箱 這是非常不禮貌的事情 你要不要做一個專家的椅子 你演示啊 自己開第一集 我也覺得可以 第一組專家 你不要再講 你不要再講 我都沒有講到題目過 我去當專家 他在講解 好 我們這個答對了 這邊 來 五樓之二 準備開箱 兩千 兩千 對 最多有四題 好 請出下一題 請問 排球運動是根據籃球 還是羽球的技術發明的 請搶答案 兩個人同時搶到 巴鈺跟 來 柏英華 怎樣 怎樣 好 巴鈺請答 是根據羽球 請介紹 什麼籃球 好 現在大家很風險玩排球 但事實上 他在1895年的時候 才被發明出來的 那那個時候 他們是先參考了籃球運動 在遊玩的方式 然後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可以讓多人一起 用一顆球就可以 大家都能夠在這邊奔跑 跟運動 所以他們稍作改良 才變成了現在的排球運動 對 我真的想不到耶 二十二秒 好 請出下一題 房子可以分 星辰屋或中五屋 請問星辰屋是蓋好後 三年內 還是兩年內 無人入住的 請選擇 一陣 兩年 兩年之內 叫星辰屋 過了兩年 就叫中古了嗎 請揭曉 來 一陣 智慧心病 請選擇 五樓之一 五樓之一 打基礎開始 請開箱 你也該拿帳單了吧 好不容易答對 帳單幫幫忙 誰的 你幫忙付的是 張睿佳提供的帳單是 哦 管理費 一次付六個月 你付那麼多幹什麼 方便啊 要不然他們常在家 容易從一錯 疏漏了 對 容易錯過了 一萬零九百八十六億 你忙個半天 你比林瑋瑜他們還少 就管到底 整個變富的 你幹什麼 好吧 辛苦了 怎麼辦 怎麼辦 其實十三秒啊 還有可能抽到兩個帳單 是嗎 還有可能的 來 請出 下一題 在香港地區白醋 指的不是醋喔 它是在指美乃滋還是米酒 請搶答 好 真的有下一題 醫生 對 美乃滋 你咋知道 南部人愛吃甜 美乃滋也有甜的 有鹹的 有原味的哪種 他們嘉義 兩面都加美乃滋 很甜 叫白醋 他們的美乃滋也叫白醋 因為嘉義地緣關係 所以你們才知道的 對吧 應該有很多人是因為 這一趟才知道的吧 拍戲這次才知道的 舉手 你看 你們以前也不曉得 巴鈺以前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 他現在還不知道 他到現在還不知道 現在還不知道 他的意思是到現在還不知道 好老實喔 怎麼不能亂舉啊 到現在還知道的就舉手 他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對不起 我忘了一個選項 是到現在還不知道 你們也不知道怎麼選啊 對 換... 不要... 請揭曉 漂亮 這個 這個在嘉義剛好拍戲 地緣關係隨小的 也了解一下為什麼叫白醋 來 好我想知道地區的人 他們美乃滋不稱美乃滋 而是稱之為白醋呢 他其實跟這次時期有關係 那個時候在製作美乃滋的 一個老牌的公司 他們是拿到了 這個日本師傅的配方 可是他看不懂日文啊 然後做出來的東西 當時是口耳相傳 而這個配方上面 他唯一看得懂的漢字 只有兩個字 一個是白 一個是醋 那剛好其實在美乃滋裡頭 其實也有用酸的東西 來去做原料 所以就把它稱之為白醋 好帥 帥哥 我剛剛誰打對的 我打對了 最 這是你翻身的好機會 翻身... 但是最精采的 就是再抽到一張帳單 來 快點 來 請選擇 五樓之六 邊邊角角 聰明 帳單就放在這裡 來 請開箱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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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少的吧 最少的吧 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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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總比沒有好啊 一百萬是很少的 認真 我們官員會開一下會 我真心覺得這應該 不到五百了 這實在很尷尬 沒辦法反映到物價 一百塊買美乃滋都不夠 太侮辱人了 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 天啊 請出題 墨西哥美食出了捲餅之外 被認為是神的食物的是 螞蟻卵 還是烏龜蛋 請想答案 巴鈺按得好快 巴鈺 來 答案是 螞蟻卵 我似乎有在那種 紀錄片上面看過他們 拿這個當食物吃 來補充一些這個蛋白 請介紹 太漂亮 好 其實在墨西哥 他們有個傳統美食 是螞蟻卵 其實在十四到十六世紀的時候 在阿茲特克時期 他們就已經開始吃這道食物了 那個時候國王認為 吃螞蟻卵是可以讓他們的 更有活力 而且變得更強壯 所以又被稱之為是 阿茲特克的魚子醬 到現在其實在墨西哥的 一些餐廳上面 還可以吃得到這道食物 它吃起來有一點點的腥味 但是很像發酵過的糯米的味道 螞蟻都這麼小 它的卵子怎麼吃呢 對啊 它比蝦軟還小 比比薄薄的吧 比薄薄的吧 重點是大小 對 比薄薄的 我們不能因為冰雪聰明 就亂猜啊 好不好 比比薄薄的 來 知味心病 請選擇 我選擇六樓之二 六樓之二 請開箱 再加一萬元 就這樣子領先了 來 六組獎第一回合結束 不簡單喔 林偉宜跟黃信號 目前淡薄名利 繼續加油 給兩位領先的鼓勵一下 來 巴鈺跟柏文化 你太棒了 好啦 很好 我希望你可以一直開心到最後 好 全新賽事帶你一起長知識 用你的智慧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請示範列 快點來訂閱